坐骑之半岁 小伙子你拿什么车啊 你跳一下啊 我一会开车啊 给我下来 我住 你说飘车吗 你刹车干嘛呀 飘车咬得红啊 走路是我条安全第一条啊 你们已经玩很久了吗 不是说要去龙头吗 你怎么现在才来 我也不知道啊 我明明带着坐起来的 你这是骑马啊 我们开的都是龙腾战车 和马上阿弟 你骑两匹也干不上我们啊 就是就是 名字先贵的什么 我也是马上拉地啊 名字一样又怎么样 我的可是花了两年半 运气才抽到的车啊 我的马在地图里就会出现 想起就起 剩下的运气用来 空头撒脸不爽吗 我们的车能坐四个人 队友可以直接探头射击敌人 我的马能自动驾驶 我自己就能输出 我的最重要的 才能自动避杖 才不会给你一样撞车呢 你你你你你你 喜剑你没事吧 少少给我撞死他 你的马能避杖 你能吗 老虹你站车 我能吃真正的龙 你能吗 你先让我变个神啊 这下输得幸福口福了吧 错 几多你很牛吗 有本事你下来啊 诶 召唤神龙 唱我三岁小孩 怎么可能 我真的活过来了 我真的活过来了 姐姐你好匹 什么坐骑什么载具 在我的龙行探面前不堪一击 这是什么呀 姐姐姐 既然你真心诚意的发问了 那我可就要打粉丝了 这就是合并基因新版本龙月长城里的神龙 通过长城龙头上的龙珠就可以召唤了 中国龙 是最牛的 对不起 神龙大人 哈哈哈 知道错了就好 有情提示 神龙的召唤时间只有两分钟 你这个提示也来得太晚了吧 我们的龙呢 怎么办 嘿嘿嘿 原来还缺坐起来 我可以让你们骑一下 不骑啊